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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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 来 小春 小春老虎 小少爷 是什么不把你吹来了 大老小金 露手 好 快来 小春 来 你们在做什么 我的皮箱子还给我 是 别拿走 你要做什么 对付你这种冥顽不灵的人 我就得用钱 那是我的箱子 你别拿 新白的 你到底要干吗 如果你想要回 所有属于你的东西 到西魔路收容所找我 来 小吃了 小春 小春 我见一下啊 我听你照顾 来 伯母 照顾她 什么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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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白先生不过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你警察什么 难道他 真的替你白养儿子啊 来 小春 小春 小春呢 你来啦 走 我带你参观这家收容所 来 不用了 这个收容所再好 我也不会住进来 为什么啊 好好的收容所你不住 你偏偏要带着老人家和小孩的巷子里头风餐露宿 我从那名音跑出来 我就向自己许下承诺 今生今世 我绝对不要再踏进收容所半步 我要自立更生 你什么时候这么看重你自己的承诺啊 是不是因为张桂婷曾经对你许下承诺 要一辈子疼你爱你 结果他背弃了他的诺言 他离弃了你 所以你宁可带着老人家和小孩 在巷子里头参风入宿 你也不愿意违背你的诺言 因为你想证明 无论环境多恶劣 你依然会坚守你的承诺 你想证明 你比张桂婷还清高 没有 我没有要证明谁比谁清高 我只不过想要自食其力 从那名音跑出来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不用依赖别人过日子 是一件这么舒服的事 自从那天晚上 我就想通透了 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从今以后 我绝对不要把我的生命 再交托在任何人手里 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上 我不要别人再对我怜悯跟失事了 我只是在想 既然张桂婷 都已经对我变了心 我干嘛还要死抓她不放呢 我没准备 你总算是觉悟了 恭喜你 恭喜你重获新生 欢迎你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难民工作 我和乔写农先后设置了 二十几间这样的收容所 管理的工作非常繁重 所以只要是我白朗的朋友 全部要来帮我 我 你可不能拒绝啊 我说你是想你 好 老大 吃饭 吃饭 那你做饭 就是一只饭 吃饭 钱 得去 你不是昨天才捡过吗 你不是昨天才捡过吗 我不要捡 你想替成光头啊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马上跟我回家 做什么呀 哎呀别捡了 走走走走走走 还待着干吗呀 走啦 大明星 我要不走你能怎么样 我跟乔显农在一起的时候 你三天两头呱呱叫 非要拆散我们 好了 现在我们分手了 你又反过来替他打工 你这算什么呀 你又反过来替他打工 你又反过来替他打工 你这算什么呀 你这不是存心拆我的台吗 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姐 你要搞清楚 我没替乔显农打工 我做这个难民工作 不但没有钱可以拿 而且我还常常自掏腰包 我没有拿乔显农半毛钱 什么 不拿钱还要倒贴 你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了好不好 你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替你的将来打算打算 你不念书去跑单帮赚钱 还说得过去 现在呢 你搞的这些东西算什么呀 划不来的 姐 这是我的兴趣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你别打击我的热情行不行啊 白先生 第十三区收容所的区主人打电话来 说大米跟马探长吵得很厉害 让你去调解一下 这两个真是的 不许去 我不许你在管收容所的事情 如果你不依我的话 以后别再来找我 你说你成年跟这些脏兮兮的人在一起 有意思吗 姐我跟你说过 这是我有兴趣的事情 你别管行不行啊 你可以管我 我就不能管你啊 我告诉你 以后别再惦记着滴滴了 人家已经飞上吃头当凤凰了 你想一辈子当和尚啊 还给我 阿朗 趁年轻抓紧机会干点事业 娶个老婆生个孩子才是正经 别整天好